请大家站立起来 让我们以今天的聚会来祷告 让我们祷告圣灵来带领我们 哈利路亚 这是上帝的教会 这是一个荣耀耶稣的教会 这是一个被圣灵所带领的教会 我们一起开口来到 我们一起祈祷 哈利路亚 谢谢 主带 我们祈祷 祈祷 祢是神的神的神 祢是王王的神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带 主带 我们祈祷 今天 主带 让祂的精神 拥有这些地方 祈祷 祢 message vamos 祈祷 全内离 祈祷 祢是我们在临 Rand 祈祷 孩子 转向你的邻舍跟他讲说 让我们今天一起同心来敬拜 让我们一起来同心来敬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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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号 是主所定的日子 今天是全新的开始 阿们 那1月1号其实也是我个人属灵的生日 今天是我11月 第11年 我2012年1月1号重新受洗 我们赞美主 我们都要一起来领受神的新的恩高 祂的新酒 让我们一起开口赞美神 哈利路亚 我感觉出恩高充满我们中间 神定神明正在运行 改成一世的恩典 我看见出神明正交换救教会 请请他所建订神明正在运行 我看见出神明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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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风 自由的事可以卖犯 醉了索斓 李ces尼 他完全都打开 来幻 mama 赞美祂 胜ulp 嘿 行 仇 ría 因为 ап 祈 Y bag 心恶冲满我 心就留下来出道 能很高爱宣扬 我主荣耀彰显 耶路亚 让我们参庆 欢呼而领受 圣的新酒 因为祂是做心事的神 阿妹吗 阿妹 我感觉成很高 就把我们中间 圣灵圣灵正在一心 来下一次的安眠 我看见主圣灵正在 欢迎教会 吸气他所建设 荣耀自明 今天是祖所命定的日子 自由的时刻意来到 你站住了一秒就有自由 随着锁点它完全都断开 我看见主圣灵圆 祝福荣耀赚钱 因为 今天是主说明定的日子 自由的时刻已来到 最难所连他完全都断开 来保护赞美他生命 心旧教官大山心 血很高就不尽 那喜乐充满我 心又留下太初的 那很高满前沿 我祝荣耀赚钱 心旧教官大山心 血很高就不尽 那喜乐充满我 心又留下太初的 那很高满前沿 我祝荣耀赚钱 我祝荣耀赚钱 心旧教官大山心 血很高就不尽 你的喜乐充满我 我祝荣耀赚钱 我祝荣耀赚钱 哈利路亚 我们将所有荣耀送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是的 我们的神是阿法 是欧美加 祂是创始城中的神 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一起宣告 让我们倚靠耶和华的灵 因为唯有祂方能成事 哈利路亚 是的 祝你本伟大 我们将这首来献给你 祝你本伟大的手几大赞美 在我们身之神尘中 在我们身之神尘中 愿全地一道喜乐 主 在你里面我们已有殖病 能战胜黑盘中求你 能战胜黑盘中求你 尽向你来敬拜 祝我们要去你之神尊名 祝我们来的感谢 祝你为我传教老师 祝我们幸好礼物 命爱 祝我用你是永远上的 made 神定在天台中 为生命在天台中 在天台中 也全地的幸福 主 在祢里面我们已有全力 临在深黑暗中属敌 请向祢来敬拜 祝我们表决祢之上遵命 祝我们恨恨感谢 祢为我拯救那事 祝我们心靠礼物与海 祝为有祢是永远相遇 祢生命在天地之上 祝我们先决祢之上遵命 祝我们相聚地之上遵命 祝我们相聚地之上 祝我们相聚地之上遵命 祝我们更加感谢 祝我们尽能感谢 祢为我拯救那事 祝我们心靠礼物与海 主 唯有祢是永远上祢 祢是命在天地之上 主 我们告知祢之上做了祢 主 我们的感谢 与祢为我成就的事 主 唯有祢是永远上祢 祢是命在天地之上 主 唯有祢是永远上祢 祢是命在天地之上 主 我们在这里祷告 在今年的第一天 主 我愿祢赐给我们可清洁的心 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祢保血来接近我们 所有一切的不义 一切的不合祢心意的 所有软弱的负面的 在新的一天全然被祢的保血接近 祢的活水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神啊 愿祢的圣灵 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前面的脚步 好 祢呀 就此给我 情节的心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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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我可不可深爱你 因你一切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活出你对我呼召 每一天带领我 更多亲近你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请赐给我 紧接的心 紧紧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你 因你先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活出你对我呼召 每一天带领我 更多亲近你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我愿这一生 能何不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 我愿这一生 感谢你 感谢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能何不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我们再次跟随你 就此给我 紧接的心 紧紧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你 你你你先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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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甜美的泪 能看护的心意 一生得随你 我为一颗木 以为你同在里 我为一颗木 一生跟随你 我为一颗木 我为一颗木 以为你同在里 我为一颗木 一生跟随你 我为一颗木 我为一颗木 以为你同在里 我为一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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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一颗木 就是能够爱你 更多爱你 这是我颗木 唯一颗木 弟兄姐妹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 来向神呼喊 你今年的新希望 你的盼望 你的安全感 都在于神 我唯一颗木 更多更多 我认识你 能够自由 更多更深 让我见你面 让我见你面 让我们见你的容面 找你的容面 你的脸光来照我们 尃利浩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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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ث百多更多 尊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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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可以的 在宝座上的高达 你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所有的受伞 哈利路亚 你是可以的 我们更深的爱祢 更深的爱祢 你是可以的 我们更深的爱祢 我会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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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 我愿 这一生 感谢祢 求与我同心 和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甜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能呵护你心意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是的主啊 是的主啊 我们要全心地跟随你 我们想要全心地来敬拜你 所以主啊 我们在这里 在一年的新的开始 我们将我们的心 献上 说主啊 我们信靠你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属于你 主要感谢你 主要教导我们你的道路 让我们今天听到 我们需要听到的 你认识我们 你创造了我们 你爱我们 你拯救我们 是为了永恒 是为了你的赞美 主啊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坐 当我为了今天的 讲道在预备的时候 我首先的想法是 去年我都讲道 讲了一些什么呢 因为呢 在新的一年 你总是想要 释放一些意象 因为在新的一年 我们总是需要 新的意象 几乎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都会说 神在做新的事 不单单只是 1月1号而已 常常我们都会听到 我们说 神在做新事 不要对这个主题 感觉到很疲惫 这是我们想要的 是吗 我们每一天都想要 有新的事发生 是吗 因为神是活着的 每一件事 活着的事情 都会成长 只要是会生长的东西 就是每一天 每一分 他都在成长 就算是今天 神也是会做新的事 那去年呢 我记得去年的意象是 家人同行 去年的1月份 那在这个之间呢 就发生了这个疫情 我们有完成了这个意象吗 我感觉到非常的惊奇 当我回顾这个讲道 我记得是1月2号 我们讲到的是哈盖书 有一个图像就是 重建圣殿 因为当时的圣殿 已经被毁了 当这些从巴比伦 被掳的人 归回的时候 他们回到 被毁坏的耶路撒冷 城墙也被毁了 圣殿也被毁了 他们自己的房屋 也已经被毁了 但是神带领他们回来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 看起来也会像是这样 每一件事情 好像都已经被毁坏了 但是神将我们放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来重建 要来恢复 以赛亚其实早已经 有看到这个意象了 在第37章 31到32节 他这样子说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由大家所逃脱于胜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必有余胜的名 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这是不是一段 很惊奇的经文 让我们再看一次 第32节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他怎么样成就这件事呢 他就是使用这些渔民 这渔民 余胜的名 表示就只有一些人而已 所以不要去 轻看小的事 如果你是有热心的 你单独一个人 也可以让这个教会的人 都是火热的 阿妹吗 就像在真实的世界 如果你有一个打火机 你就生火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打火机 整个森林甚至是可以 发生火灾的 神就是使用渔民 要来恢复 在这里 第31节 我们回来看 31节 由大家所逃脱于圣的人 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棒的提醒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应该要向下扎根 就是神的话语 将你的生命降服于神 这些基督徒应该要有的 这些基础 都是根基 都是我们想要做的 同时我们也活在 这个社群当中 不要担心这个社群 看起来是怎么样 不用担心如果别人批评你 或者是他们不爱你 因为你在那里 是为了要结果子的 是要成为光 要来影响其他的人 因为你有根基 阿妹吗 如果你有根 你就会结出果子 如果这个根 向下砸得够深 你也 按时后浇水 就会结出果子 当这些以色列人 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面对这些毁坏 当然他们会问他们自己 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 你看哈盖书的第一章第四节 哈盖是一个先知 他鼓励百姓 他鼓励百姓 这店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基本上他就是鼓励这些百姓 在你要建造自己的房子之前 要来建造神的店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首先我们要来建造神的店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就是一起来敬拜 首先要来侍奉主 我们首先要建立这个店 神就会接管 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哈盖来所说的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哈盖 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激动犹大神长 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之百姓的心 他们就来为万君之耶和华 他们神的殿做工 所以你都会看到 那里面有三个人物 一个是先知 说神的话语 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哈盖 接着就是祭司 约书亚 连结人跟神 还有这个王 在这个故事里就是那个神长 就是索罗巴伯 这三个人一起同工 在那里就已经有一个团队 就是合一的一个团队 要来聆听神的话语 将赞美献给神 要来带领百姓来做神的工 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新的圣殿就被建立了 旧的圣殿是谁盖的呢 是谁盖了这个第一座的圣殿 是索罗门盖的 很漂亮吗 是非常漂亮的 索罗门他到底需要多少的人 来盖这个圣殿 因为他很有钱 他应该就是用他自己的财富 来建造这个圣殿 是非常漂亮的 那第二个就是索罗巴伯 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圣殿 漂亮吗 不漂亮 我现在问你们 这是一个有点调诡的问题 是要想想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是从世界上的眼光呢 可能是没有那么漂亮 可能也比较小 简单 就是有功能 但是神却说了其他的话 在哈盖书第二章第九节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这一节经文很鼓励我 神是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第二个圣殿 我相信他必定是跟以下这件事有关 不是一个富有的国王完成这件事 是一些人 他们从被掩护归回 他们贫穷 他们受伤 首先他们可能自己想说需要先建造他们的房屋 但是他们却聚集在一起 合一 每一个人就做他自己的部分 要来建造这个简单的圣殿 神说 它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相信 这是我们去年所拥有的意象 家人同行 我们都将我们所拥有的献上 我相信当我们回顾 看到这个果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我想要邀请俊贤牧师上台 去年在永康教会所发生的 让我们来欢迎他 好 各位 各位成光的家人 平安 好 在我分享之前 我可以请永康的家人 能够一起跟我站立吗 因为顾牧师说 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家 一个team 所以可以上来吗 上来 我们欢迎他们 好吗 好 今天我们有一些家人在当中 那有一些家人 其实现在因为 雨月一号廉价 那也许在线上 也是跟线上的母会的家人 跟粉糖的家人平安 好 我想要在 永康粉糖的家人上来之前 分享一段经文 诗篇65篇11节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却都低下指油 过去2022年 我相信我们都经历到 上帝真的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阿们 在以赛亚书61章告诉我们 他要以滑罐代替什么 灰尘 要以滑罐代替灰尘 我相信2022年 也许对整个世界而言 都是好像灰蒙蒙的 看不见未来在哪里 但是在2022年走过之后 我们却可以说 主啊 你以滑罐代替灰尘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我们每个人 神的儿女都是如此 因为我们的主是施恩的主 因为他要给我们得胜的冠冕 阿们 所以我相信2023年 我们要一起进入这个得胜的一年 跟大家分享第一张投影片 好 那这是永康成光教会 就是我们是分堂 然后今年是第九年 其实我们即将进入第十年 就是在今年的1月12号 因为1月12号是我们的 现堂的日子 那在这个旁边有几个图片 那上面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样子 那下面是晚上的样子 那中间有我们这个核心同工 我有庆神 然后最旁边是 我在这里被拆派出去 有这个赵仲权牧师 爸爸基点我有按摩 好 接下来下一张 好 那谢谢大家 在九年前曾经 在我们那边有一个文教中心 在那边跟我们一起行走祷告的 是我们一起找到这个会堂 所以这个就是2013年长的样子 长的样子 那是一个餐厅 那2022年这是现在的样子 所以为此感谢神 把荣耀给给神好吗 好 所以这是真的是 这是整个城光大家庭一起生出来的 好 下一张 那我们在永康飞堂聚会 我们有一样有主日的聚会 跟儿童主日学 这是我们大堂的聚会 然后这是我们儿童的聚会 那我们也 教会的意向是建造幸福的家庭 打开救恩的大门 那也感谢主在去年 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经历美好的应许 下一张 我们也敬拜跟祷告 我们非常看重 所以每周的135 我跟师母 能够在线上带大家一起敬拜祷告 那除此之外呢 每个礼拜四早上的10点到11点半 我们也在教会有一个祭坛 在那里献上我们的祷告跟赞美 下一张 好 我们也彼此相爱跟团契 虽然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原本有一些小组都先暂停 但是呢 我们有线上的弟兄小组 那小组就越来越多人 另外就是说 今年感谢神让我们开始周六的青少年的小组 那几次聚会都在我们的家 那也在线上 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跟团契 下一张 我们也合一的服饰跟传福音 那在今年 我们教会呢 在圣诞的季节当中 我们就是 许多的家人一起 把他的这个是 看家本领拿出来 就是整个一起布置教会 那我们也在最后呢 有一起的爱餐 我感觉真的是 我们要一起服饰 但是是在爱的关系当中服饰 也在服饰当中 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那今年我们也在探索公园呢 我们在那边步道 我们在那边敬拜赞美 求神把天门打开 让人更多的看见 真的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 亲爱的家人 感谢神 我觉得在这九年当中 我们不是孤单的在那里 因为在场 有许多的家人 在这九年当中 不断的来到永康 与我们一同站立 那顾牧师当然 他们他也是 每个礼拜五都会去找我 一起来祷告 那我感谢神 真的是 今天我们特别回到母会 就是要来跟大家说谢谢 谢谢你们 在这九年当中一起同习 盼望在 接下来我们会走得更紧密 真的是让神的荣耀 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先留下来 等一下 今年也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因为 杨牧师他们一家 会去美国的IHUB 大概九个月 然后你说 杨牧师不是姑牧师 对不对 不要怕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边 对不对 I need to be here right 我必须要在这里 so I want to ask these wonderful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想要邀请这些 这些美好的弟兄姐妹们 are you ready to cover up for this time 你们已经预备好 要来遮盖这段时间了吗 你们也已经预备好 要来支持他们了吗 我们一起是可以完成这件事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学习了 不单单只是一年而已 好多年我在德国 是因为孩子们的教育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是当中有一些人会兴起 因为这间教会不是依靠牧师 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主 当中有很多人会兴起 我们也会跟你们一起兴起 所以谢谢你们 跟我们一起同行 让这些事情可以发生 今天早上八点 他们带领了祷告会 牧师会到美国去学习 或者是被训练更多 关于祷告 我相信神会带他回来 将这些分次给我们 加进到我们的事工当中 谢谢你们 神祝福你们 不单单只是永康是家庭 在台南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晚会 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你们愿意让神 透过你们来做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圣诞节晚会的一些照片 它叫做幕后花絮 第一张照片 是关于 我们从主日学的小朋友 去报家音开始 苏娟老师 把所有的小朋友跟家长 都带到外面去 接着我们就回来 下一张 我们就一起吃饭 我们想说大概两百个人 但是最后来了三百个人 我们想说如果耶稣可以用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我们应该也没问题 我没有听到任何的抱怨 下一张 就是晚会 就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 就是在外面 很认真的看着电视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总是为孩子们祷告 来带领他们认识耶稣 在这个晚会当中 我们有主日学的合唱团 是由师母带领的 接着 这是成人的合唱团 是谁在指挥这个成人的合唱团 感谢神 下一张照片我们看到 这个是戏剧的团队 是咪咪写的剧本 当你询问很多人 问他们说晚会的重点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跟你说 就是戏剧的部分 接着这个是敬拜团 他们有很棒的敬拜 在圣诞晚会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团队也很重要 比如说招待 右边这张照片 就是招待的训练 谢谢传闻 还有在后面的这些音控 这些设备的团队 谢谢你们 还有一两张的照片 这个是姐妹小组的一部分 他们跟教会其他的人 一起布置教会 这张照片就是晚会的时候 还有一张吗 有青少年 这些青少年也帮了很多的忙 支持我们 谢谢你们 大家可以从这个晚会当中看到 我们家人同行这个意象 就真的完全地在圣诞节晚会成就了 就上个礼拜 赞美主 跟很多人分享关于今年 从这些分享当中 我们分辨出来一件事 就我们感觉好像就留在 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时期 我们看到神很喜悦 这个圣殿是被大家一起 共同建造起来 就算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 但是神却成就了这件事 他是怎么做的呢 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 在旧约里面 除了哈盖书以外 还有另外一卷书 也提到关于这个时期 就是撒加利亚书 让我们一起来读 这卷书的一章二到六节 一起读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 就是所吩咐我仆人 众先知的 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 万君之耶和华定义 按我们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 他已照样行了 在这卷书的开始 耶和华提醒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被掳 为什么他们需要面对 这样艰困的时刻 是因为他们过去 没有信靠神 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就像这里说的 他们的恶行恶道 他们忘记要去敬拜神 要来感谢神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 让我们不要忘记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做的事 是从我们出生就开始了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生命 向神献上感谢 还有祂在我们眼前 所摆放的这些机会 就一直直到今日 现在我们了解 神将我们放在一个 很美好的家庭里 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 要一起成长 跟主一起同行 一起来敬拜祂 所以在这里祂鼓励我们 要从自己的恶行当中悔改 要从你自己的作为当中悔改 我相信在这未来的一年 这会成为很重要的事 我们常常讲到要对齐 我们要怎么样来对齐 我们不是跟牧师对齐 我们也不是跟这个教会对齐 我们不是对于这个系统 或是对于这个意向来对齐 我们是与神对齐 神想要做的事 我们想要来分辨 要来成为这当中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教导说 我们要降服自己 所以在这个时刻 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 我们总是有君王 有祭司 有先知 所以不单单只是 跟随这个君王 那这个君王呢 也要从这个先知那里来听 还有呢 祭司要带着人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所以有三个人 一起来分辨神的方式 必须要有一个合一 就算他们当中 有一个人说 我知道怎么做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是一起要来分辨 当他们一起来分辨的时候 神就对他们说这些话 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索罗巴伯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关乎于我们 有多少的能力 不是我们有多么的聪明 这个教会有多么的大 还有我们的音乐 是怎么的棒 或者是我们的电视 有这么的大 都不关乎于这些 而是关乎于神的带领 是神的灵 所以当你想到圣诞节 为什么它会这么的漂亮 有更好的一些活动 节目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会这么的美丽 因为我们有神的爱 充满在这当中 有神的同在 所以这里说 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的前段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神总是用这些小的事情 来完成大的目标 我看到去年 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破碎的婚姻得到恢复 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活动 而是小的事情 可能就是祷告 可能就是一个保护 可能就是一个鼓励 我看到不同的世代 更靠近了 也不是因为 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可能就是很像 青少年的每个礼拜的聚会 或者是主日学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服事 我们允许神在我们的内心动工 神常常都是用这些小事 你就是这当中的一部分 不要轻叹了神呼召你做的事 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九节 这里很清楚地说到 是保罗说的 他听到了神的声音 所以保罗说 让我们一起来读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所以不要说 你自己是软弱的 不要说 你没有得到装备 你所需要的 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 神就会使用你 所以当我想到这一年 有一些应用 首先 不再以世俗的观点来评判 自己的生活和事工 在哥林多前书 一章二十五节 这里说 这里说 因神的愚拙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所以我想要神 我想要我这样的能力 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不再用 世俗的眼光来评判 比如说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节目 但是常常都是 关乎于关系 所以在第二点 要来寻求 敬虔的价值 爱 要彼此相爱 这就是关系的 黏着记 和好 如果这当中 还是有一些 隔阂 就要和好 接着就会有和一 接着要一起来敬拜 这里就是 可以发生的地方 不是一定就是这样 好像要面对面 而是要向上 我们敬拜同一位神 我们就是透过 敬拜同一位神 找到和一 当你觉得 你现在的情况 很困难 不要跑走 你想要跑去哪里呢 耶稣问门徒 当那里有危机发生的时候 你也想要逃走吗 他们怎么说 我们能去哪里呢 你在你的里面 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不要逃走 而是要来分辨 神将你放在哪里 接着就要开始来爱人 要来和好 保持和一 一同敬拜 所以在2023年 我们可以用以下这个口号 来服侍神跟人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让我们一起来说 说三次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如果你今年就用这个口号 当你遇到困难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新的能力 你知道吗 当你就是在处理家庭的问题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阿妹吗 当你感觉到在教堂 当你觉得在教会里面 都没有人跟你说话 他们都不利我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在你的工作职场 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但是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所以奇迹是可以发生的 当你依靠耶和华 诺亚 他听到神的声音 在干地上面 盖了一艘船 我应该要这么做吗 耶和华说 依靠我的灵 当摩西面对红海 有仇敌在他的背后 两边都有高山 说主啊 你将我们带离开埃及 那现在怎么办 依靠我的灵 红海就被分开了 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 他们有死掉吗 没有 因为神有所供应 当亚伯拉罕跟撒拉 接受到一个应许 就是他们的子子孙孙 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相信 但是神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依靠我的灵 当大卫要跟哥利亚 对战的时候 小小的大卫 他要怎么样来面对 这个哥利亚 也是依靠神的灵 也是神的带领 基甸他只有三百个人 他得胜了超过千军万马 耶稣诞生在马巢里 但是成为了万王之王 彼得不认耶稣 但是却成为大有能力的使徒 保罗迫害这些基督徒 但是在他与耶稣面对面之后 却变成了去到地级的宣教士 那现在将你自己放在这个当中 你是怎么样想你自己的 而神是呼召你要去做什么 你要怎么样来成就神的呼召 就是要依靠他的灵 你知道吗 当我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都说 外国人在台湾是没有办法建立教会的 你不会成功的 真的没有错 我常常会怀疑自己 甚至我必须要用 不是我的母语的英语来讲道 这是我在学校里面 成绩最差的科目 所以很高兴 有一个翻译可以帮我翻译 他们也高兴 为什么我的英文很简单 但是就是这样子 但软弱的时候 神可以使我们刚强 神就是需要你现在 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因为祂不想要你用你自己的能力 祂就只是要你愿意 接着就是要依靠他的灵 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进入这新的一年 就带着这个口号 很多新的事情将要发生 在你周围会有新的成长 不是因为你的能力 而是因为他的灵 让我们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鼓励 主啊 当我们看到这个重建的圣殿 祢喜悦这样的圣殿 因为这是很多的人一起合作的 因为这是依靠正确的灵来完成的 主啊 们得到鼓励 在这里 在成光教会里 在我们有限的资源当中 我们带着我们的不足的能力 我们并不完美 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 你只有想要听到一句话 我愿意 之后接着的你就会帮我们做 因为是依靠你的灵 主要感谢你 我想要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来默想 将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你觉得你不够好的地方 或者是你有怀疑的地方 将这些都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对你说 依靠我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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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感谢你 神的灵 神的灵 当我们持续地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也来预备我们的心 要来领圣餐 如果耶稣是你的主 是你的救主 你可以到前面来领圣餐 我们依靠圣餐 我们依靠圣餐来家庭我们的能力 如果你预备好了 就可以到前面来领圣餐 接着回到你的位置去 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就此给我 就此给我 亲切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你 因你一切爱我 跟随你的家庭 跟随你的家庭 我愿这一生 感谢你 求与我同心 哦主 引导我生命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天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就此给我 我静静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你 因你一切爱我 等随你的脚步 等随你的脚步 我祝你对我呼叫 每一天带领我 更多情静地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心 哦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天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当我们来回应的时候 总是 主日聚会的最重要的部分 不单单关乎于 我们听到了多少 而是我们有多少的回应 来说 主啊 我今天学习到了 一件或两件的事情 我想要将它应用出来 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事情 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有很多的挣扎的 就现在就对主说 是依靠你的灵 这不是一个懒惰的借口 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带着行动能力的 因为你祷告了 你分辨 当神向你显明的时候 你也愿意 有所行动 往前一步 可能神今天 有提醒了你 某一些事情 有些人可能是和好 对某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在神的里面 有新的信靠 当中有一些人 可能还没有完全信靠耶稣 但是今天你要说 是的 我要来相信耶稣 是的 我要来踏出这信心的一步 我想要耶稣成为我的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想要受洗 让我周围的人知道 我相信耶稣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是带着新的盼望的 有新的生命 所以不论你今天领受到了什么 就来做出回应 在你的祷告里 跟主说 是的 我听到了你的声音 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唱的 祂是我的牧者 我信靠祂 我跟随祂 所以让我们拿起这个饼 这个饼代表的就是基督的身体 当我们吃这个饼 我们就是在吃耶稣 我们就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祂的能力 是祂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 感谢祢 让我们一起来领用 是的 我们不仅领受主耶稣的身体 在释迦上破碎 祂也为我们流出宝血 主耶稣说 祂要为我们立新约 在2023年第一天 第一个主日 第一个圣餐 让我们说 是的 主 我们也要与祢立新约 祢要以肉听代替实行 祢要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祢要把祢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我们要与祢立新约 并且我们宣告旧事过都变成新的 祢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 赞美主 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与主立新约 我们一起喝着杯 是的 主 祢呼召我们合一 让我们两个牧师一同站在这里 是透过祢的恩典 我们谦卑地来到祢的面前 主 我们要说 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祢的灵 方能成事 我们想要祢来带领我们 祢的能力 涌流在我们当中 祢的爱涌流在我们当中 祢的智慧也透过我们涌流 我们来祷告 这是家庭的每一个分子 所以我们释放永康分堂的弟兄姐妹 还有台南成功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手里 愿你来成就你今年想要完成的事 依靠你的灵 耶稣感谢你 奉你的名祷告 在这个聚会的最后 我鼓励你去找到不同教会的彼此祝福 所以台南的两三个人 就是找一个共康的人好不好 我们 大家一同站立 大家一同站立 大家一起起立 你可以找一个人 或是找一个新朋友 彼此祝福 彼此认识 为着这个新年祝福他们 我们今天讲美国的一员 西部 我们下課 我们下課